大熊和蓝胖子变身间谍 潜入办公室偷取零分试卷 蓝胖子使劲浑身解数 假扮成老师差点被发现 这集真是太刺激了 最近大熊沉迷看间谍剧 电视里的间谍都太帅了 他也想过一把瘾 蓝胖子看他这么入迷 只好拿出了间谍作战游戏组合 有了这个箱子 就能模拟间谍完成任务了 蓝胖子在纸上写下了任务内容投进箱子里 大熊的第一个间谍任务就开始了 他需要从被恐怖女王支配的要塞里 夺取梦幻点心 其实就是去厨房偷铜锣烧 为了完成任务 任务箱还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送上了圆珠笔形状的道具枪 大熊的代号是树懒 现在行动开始 他小心翼翼地潜入了厨房 发现四下无人后 顺利偷到了柜子里的铜锣烧 然而妈妈正朝着厨房走来 大熊无处可逃 只能躲进桌底 这时一个土豆掉在了地上 妈妈弯腰去捡 大熊眼看就要被发现 他集中生智 用道具打掉墙上的厨具 转移了妈妈的注意力 火速逃出了厨房 大熊完成了任务 本想每每享用铜锣烧 然而任务箱为了保护秘密 竟然爆炸了 他们手里的铜锣烧 也被炸成了灰 这时 大熊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 说是要把他的零分试卷送来 大熊吓得魂飞魄散 于是决定委托蓝胖子 去把他的零分试卷偷走 蓝胖子一万个不愿意 然而任务已经开始 任务箱同样给他送了道具 还给他取名叫蓝色铃猫 蓝胖子本想反抗 却被任务箱垫得霹里啪啦 无奈中 他只能使用任意门来到学校 然后吃下便装气球口香糖 把自己变成了老师的样子 蓝胖子来到办公室门口 放出机械飞虫在老师耳边说 校长叫你过去一趟 老师被引开后 蓝胖子就进了办公室 到处翻箱倒柜 他怎么都找不到大熊的视觉 老师又已经回来了 在大熊的错误指挥下 他差点和老师撞了个正正 还好他反应够快 及时躲到了柜子上面 躲过一截后 静香和其他同学 竟然又来找他问问题 蓝胖子被本子上的老鼠 吓得手舞足蹈 不小心被静香的铅笔戳到 电桩气球漏了气 蓝胖子瞬间缩了水 尴尬的只能转头逃跑 这次的任务宣告失败 为了保护秘密 箱子又爆炸了 然后蓝胖子只能采取B计划 他从天花板潜入办公室 经过了几番波折 总算是偷到了大熊的零分试卷 这次任务箱放出了礼花庆祝 但是依旧免不了一场爆炸 大熊把试卷放在任务箱里 准备回家处理掉 半路却窜出一个黑衣人撞飞了大熊 还把他的箱子给拿错了 原来他们才是真正的间谍 此刻正在一个工厂里进行交易 对方已经拿出了一箱子钱 而黑衣人也微微一笑 打开了箱子 原本的机密文件变成了大熊的试卷 他也是相当猛圈 此时任务箱又又又要爆炸了 竟然在空中炸出了一朵蘑菇云 大熊和蓝胖子回到家里 妈妈正要问起试卷的事情 没想到 那张零分试卷 竟然随风飘到了妈妈的脸上 这下妈妈的怒火 可比爆炸要可怕多了呀 好了 本期问题 你看过哪些间谍主题的作品呢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 咱们明天见